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雨彤 今年是中共國成立75週年 同時也是隔五戰爭爆發130週年 就在這個特殊的時間點上 一條爆炸性消息 將中共計劃全部打亂 美國在台灣大選之際使出重手 另外 除著中共的江山在風雨中搖搖欲墜 其黨內鬥爭也越來越激烈 越來越浮現在世界面前 我們也會為大家介紹這部分內容 好 下面讓我們直入主題 2024年看上去非常特殊 首先來說 今年是中共奪取政權75週年時間 而在共產黨的歷史上 1991年12月25日晚上7時38分 蘇共紅旗從克里姆林宮頂部畫下 從1917年的10月政變 布爾什維克通過暴力奪取政權 到1991年蘇聯喪失政權 蘇共的執政時間 剛好也是75年 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者 裴敏恩 在2015年也曾經說 根據比較歷史 以及我們對專制國家轉型的了解 中國今後10年到15年 是一個共產政權的高危期 即危險程度很高的這樣一個時期 因為一黨專政一般壽命 都不會超過75年左右 因此 2024年對於中共來說 這是一個大陷 或者說大限以致 中共今年最擔心的就是重複蘇共政權的覆設 在2024年重演這個歷史性的一幕 然而各種跡象顯示 這個並非不可能 因為今天的中共和晚清非常相似 不久前 一位網友發現 歷史上的羊毛運動 起始於1861年 結束於195年 前後一共歷時34年 同時 中共的改革開放 從1978年開始計算 到2012年 也是34年 可以說是驚人的巧合 為何要算到2012年 大家都知道 這一年是習近平上台 這位網友指出 羊毛運動是一次不徹底的改革 注重最終失敗的結局 所以羊毛運動結束後 16年大清滅亡 他說 不知道歷史會不會繼續巧合 人發現 巧合之處還有 內閣首富都勝利 而且是 同樣的大造軍艦 以北洋水私向德國購馬的 定遠艦和鎮遠艦為例 定遠和鎮遠的造價 都是170萬200元左右 兩艘軍艦都是7000多噸 大清買回來之後 一直是亞洲的第一巨艦 然而 這支貌似強大的海軍 卻在同日本的海戰中一大塗地 今天的中共軍隊 又是一種什麼狀態 就在10年前的2014年 在中共黨魁剛剛上台 甲午戰爭爆發120週年之際 中共的解放軍部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為 《到中流激水》 《又逢甲午論改革》 這篇文章由中共解放軍部社 《軍事部組織》撰寫 作者署名是解新平 解新平是解放軍部新聞評論的諧音簡稱 從這個寫作組可以看出 文章是中共高層授意下所寫 文章中 聚述左近戰爭時的歷史景象 大廈張傾 江山風雨飄搖 海上決戰 並遠鎮遠兩艦主砲 只有三枚炮彈 軍費吃緊 大小官員卻貪腐成風 大事撈錢 家裡金銀滿傷 呂順陷落 詩跡如山 前線告急 官府貼出告示 許諾 助官抗日 可免三年前良 但百姓自身局外 鮮有人響應 這段話與其是說 130年前的大清 不如在說今天的中共軍隊 真的是歷史驚人的相似 此後 中共黨魁以反復為名 在中共軍隊展開大清洗 據中共軍方數字 從2012年開始到2019年 中共軍隊中共審計3.9萬個單位 審計1.3萬名團以上幹部 而在2017年 中共反復電視劇 《人民的名義》的編劇周梅森 透露出中共軍隊裡的驚人內幕 他說 你看現在腐敗嚴重到什麼程度 嚴重到你都無法講距 他們說 黑透了 軍事長官一演習 就能將車賣了 汽油的賣了 明明打了10發炮彈 報上去打了100發炮彈 貪污軍費 政委這些幹部 賣官從班長賣起 一直賣到將軍 當時我還不信 現在信了 140多名將軍 他說 從1927年8月1日 中共發動南昌暴動算起 所有的戰爭家在一起 被敵方消滅的將軍 沒有幾個 結果一場反復 140多個將軍全軍覆沒 多麼可怕 你覺得他們能長久嗎 能長期玩下去嗎 必然亡黨亡國 怎麼能不亡啊 這是沒有戰爭 一旦打仗 誰跟你打仗 誰跟你賣命 我買來的官 憑什麼給你賣命 這個很可怕 後來有人通過當時中紀委副書記楊曉道的講話 推算出到2017年為止 中共軍隊將領被查的可能達到160名 我們聽完編劇周梅森的介紹 再翻個頭來看看中共解放軍部2014年所說的 海上決戰 定遠陣遠兩艦主炮只有三枚炮彈 軍費吃緊 大小官員卻貪腐成風 大市撈錢 家裡金銀滿傷 歷史的一幕正在重演 今天的中共和當年的晚清一樣 大廈張傾 江山風雨飄搖 一轉眼 從2014年來到2024年 在隔五戰爭爆發130年之際 在台灣大選臨近之際 一條驚人消息震驚網絡 美國情報顯示 中共製造的劣質導彈 以及核心軍備質量 正在存在難以置信的問題 彭博社1月6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美方情報顯示 中共導彈中裝的不是燃料 而是水 另外中國西部大片導彈發射井的蓋子 無法有效發射導彈 據說 這個僅僅是中共軍隊腐敗的幾個例子 在這篇報導中 最嚴重的問題 不僅僅是在於中共軍隊的腐敗 而是這個腐敗的情況 竟然被美國的情報機構完全掌握 這個意味著 中共不知道美國手裡有什麼好牌 但是美國卻知道中共手裡拿的都是爛牌 美國更進一步 還將其公諸於眾 這樣一來 不管中共在台灣大選前如何虛張聲勢 對台灣政府和人民施壓 這個將稱為一個最大的笑柄 這就是中共的火箭軍 應該叫做水炮軍 這場戰爭沒有開始之前 就已經有了結果 美國在台灣大選之前的關鍵時刻 放出了這一重磅消息 可以說是對付中共的一個有力招數 美國人等於在這裡跟中共說 我知道你不是一個子老虎 你是一隻水老虎 太水了 這一幕也讓人想起了1996年的台灣總統選舉 1996年台灣舉行首度總統直選 中共為阻嚇台灣的本土派勢力 將其他領域的兵力 全部以防部署於面對台灣的沿海區域 並在台海進行導彈演習 引發台海危機 中共軍方最初的部署是實彈射擊 越過海峽中線 動用潛艦 攻佔外島 整個演習的預算超過40億人民幣以上 目標是向台灣施壓 美國政府警告中共 如果演習出現問題 會造成不可預計的後果 同時美國還派出獨立號和尼米茲號 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在台海附近遊役 震懾中共 就在這時 台灣方面獲得中共軍方的最高級情報 包括中共軍方的行動方案 以及解放軍發射的導彈 武裝上彈頭等極度機密信息 被中共少將劉蓮坤報告了給台灣當局 1996年3月7日 李登輝在宜蘭進行選舉前拜票活動時 為穩定民心 他公開透露共軍在台海演習的彈頭 是空空的啞巴彈 是客人用的空炮彈 據傳 李登輝揭穿中共軍演醜聞後 起得中共黨魁江澤民直拍台 為什麼 就是被人看穿底牌 大家看 在這兩次台灣總統大選中 上一次揭露的中共客人的空炮彈 這一次更牛 揭穿了中共導彈裝的不是燃料 而是水 顯然 這是美國真是出手 目的就是防止中共通過武力影響台灣大選 雙方的博弈已經登場 在這次博弈中 中共已被美軍徹底擊潰 我們剛剛說過 清朝陽武運動前後34年 中共的改革開放到習近平上台 也是34年 而圍繞著這個所謂的改革開放 中共黨內也發生著激烈的博弈 目的是什麼 就是為了逃避中共蜂滅的命運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這兩篇文章 其中一篇是我們的獨家發現 而另外一篇已經在網絡上引發網友熱議 這兩篇文章都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第一財經 而這個第一財經背景並不簡單 背後是有人跟他撐腰 我們會在介紹完這兩篇文章後 為大家介紹他的背景 正因為背景不簡單 所以我們看他這些文章 不能夠從表面簡單理解 先來介紹第一篇文章 這是由第一財經重編輯楊宇東所寫 標題是《2024年新年自讀者》 時間是2023年12月28日 這篇新年致辭的插圖中 寫著這樣一句話 究竟是誰決定了最終的方向 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出 這句話內含心意 而我們所說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從這句話中也可以看出一點端危 需要提醒的是 中共黨內不管在哪一派 都不會認為是人民決定了最終的方向 雖然他們表面上一定會將人民掛在嘴上 但是從他們的內心 絕不會這樣認為 文章說 人為甚麼每年都要在年終歲末寫些甚麼 其中潛在的邏輯是我們總認為 過去的錯誤是一定會避免 而明天總是會更好 可以看出這句話是話裡有話 文章接下來了又說 總是有少少勇敢而理性的人 他們不僅會反覆提示這些悲劇曾經發生 也更願意去深入解剖這些悲劇背後的發生機理 目的同樣是以史為鑑 警示當下社會的危險基因和信號 無論是在統治層面 還是在各種思潮流變和技術演進之中 這是在暗示甚麼 相信很多人會從這些話中上起了文革 文章接下來說的話 讓人上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敏感詞 開道車 文章說 一方面我們要揭力避免重犯過去的錯誤 一方面我們又不斷陷入新的錯誤之中 這就是2023年 最讓人無語的一個醒目標籤 尤其是在社交媒體時代 群體極化 集體無意識帶來的集體性迷失 反智主義正大行其道之時 你能確保自己不在倒退的行列嗎 文章還說 只有那些高度警惕之人 才能確保他們的自由 而文章的最後 作者說祝福2024春歸有期 相信你看到這裡一定會覺得這篇新年致詞 暗含心意 再來看看另外一篇文章 這是第一財經的社論文章 標題是 一財社論 最好的承諾是放手和放權 緊從這個標題看 讓誰放權 是讓共產黨放權 還是讓習近平放權 這兩者當今都是中共的大忌 文章說 民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中最活躍 最負競爭力的一股重要經濟力量 面臨對未來的不確定 以及對安全的焦慮 激活民營經濟 是中國經濟走出迷霧 爬波過坎的關鍵所在 文章中雖然想提出問題 但依然不忘給中共黨魁拍馬屁 文章呼籲的是 真正將決策層的善意 轉變成執行層面的善行 然而 很多人都看到了 中共決策層 真的對民營經濟好心辦了壞事嗎 還是本來的目的 就是要打壓民營經濟 文章還說 45年的改革開放展示 中國的經濟騰飛史 就是政府放權 權利獨立的拓展歷史 權利的自由拓展空間 是經濟社會信用的動力資源 政府下放的既是權力 也是責任 同時更是經濟的活力 講到這裡 就需要分析一下 中共當年為什麼要進行改革開放 中共整個改革開放的真正目的 其實不是為了民營經濟 也不是為了中國的老百姓 而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統治 而中共黨府現在最擔心的是 所謂的顏色革命 因此中共今天所做的 中共黨內的這些反對習近平的聲音 應該說 這裡不排除一些人 確實是對文革的反感 但是也看到第一財經 之所以今天發出這些文章 包括此前的財新周刊 都不像表面上看得這麼簡單 這是因為第一財經和財新的背後 都是上海幫 說到這裡就要提一個人 他就是黎穗江 第一財經和財新背後都有他的影子 他曾經是第一財經的董事長 也是財新董事長和法人代表 只是一般人只知胡舒立 而不知黎穗江 2014年 前上海人大常委會主任 龔學平傳出被調查 他曾經被稱為 上海文化傳媒葉樹大根深的太上皇 這個人是江澤民的親信 龔學平最棄重的親信 就包括黎穗江 黎穗江和中共幾大高官家族 如李長春、曾慶紅包底、曾慶懷均有交集 還與韓正有關聯 2015年黎穗江避免去上海文廣集團總裁職務 但其在文廣集團和第一財經的影響力還在 因此這些文章表面上帶談改革開放 其實背後的水好深 真正體現的是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 我們在上面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中共黨魁所面臨的真正危機 在中共黨內他面對的是改革開放 既得利益者的不斷挑戰 而在中國經濟方面 由於其不斷打壓私企 導致中國經濟風雨飄搖 資本外逃家劇 經濟萎縮 地方政府財政富揭 而軍隊方面爆出的最新醜聞 也都讓其對外威脅 徹底破產 風雨飄搖中 蘇共政權在其75週年之際 一夜跨台 而中共政權也在內外交困中 遇到了75週年這個大坎 中共喜歡說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在2024年 這句話是否會應驗 讓我們共同聲目以待 相信我們最終會見證 中共五星期滑下的那一天 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歡迎你訂閱這個節目 我們的節目每逢星期一 和星期五固定播出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幫助我們點個讚 也都請繼續關注我們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多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節目再見